我正式开始,让我自个介绍 大家好,我叫Walter,我是Animational Visual Effects Program的Program Reader 另一位是Dr.Nai,他是电脑客互动娱乐 Program的Program Reader 大家先说个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讲的题目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讲的题目就是,如何用动画或试过特效或互动科技 去实现你的意念 什么是实现你的意念呢?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儿子,从小到大 可能看很多不同的动画,或者接触很多不同的媒体 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那想法是什么呢? 例如你看动画,你可能想一天我会不会可以做这一项工作呢? 又或者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那我如何去表达这些想法出来呢? 我会不会通过一些动画,就可以实现我的想法 展示给别人看呢? 又或者有时你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电视广告啊 或者我看Marvel的电影啊 那有没有想过,其实 咦,我有一天都可能我会有那些类似Iron Man的东西的 那会不会我有个想法,我会幻想自己就是Iron Man呢? 我可以用一个试过特效的方法去做出来呢? 又或者有时你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 就可能会想就是说 咦,究竟我怎样可以将一些东西呢? 譬如我们走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可能会看到一些互动的游戏啊 或者一些应用程式啊 那有一天我们会不会可以做到这一件事呢?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Inactive的东西 给别人去Trigger 或者我们可以经这个媒体去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呢?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的啊 那我首先讲一讲,譬如动画类型呢 那有哪几种呢? 我们怎样去构思 或者怎样去制造一些东西呢? 那当然刚才说了,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或者不同的idea的 那但是我们怎样去实现 或者怎样去按步骤 就回去做一条片出来呢? 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谈一谈 怎样去做一些东西出来 或者怎样可以令到你们 翌日可以经一些不同的学习 可以做一些东西出来 那首先讲一下动画先啊 那动画其实是最基本的 那我相信大家同学多人都看过一些 不同的日系的风格的动画 那我觉得是2D的 那也都有一些同学 可能喜欢一些3D的动画的 那也同学喜欢Slow Motion 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譬如说很简单地 一些2D animation 那其实应该怎样做 那我首先说一说 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些同学做的作品先 那这个作品叫做一无所有 那我就播一段 就是中间一些截录给大家看一看先 诶 嗯 那你这么小的 等我黏回 你先 拿着你 先不准你再离开我了 那天,是麗園的最後一天 去到時候,未知就說要玩海盜船 我當堂下下,我怕不是因為我小膽,又怕弄掉我的頭髮 我頭還沒拉好,未知就拉了我去玩鬼屋 什麼?嚇鬼嗎? 為什麼只剩一條頭髮? 入到鬼屋之後,豈知問我怕不怕 我當然回答他,不怕 喂喂喂,一下子不算 我出去的時候,幸好,我的頭髮沒亂 糟了,我不見了美芝 這一刻,我已經分不到是麗園的山門聲 還是美芝的掌掛聲? 我只知道,這一天,是我和美芝的最後一天 那我剛剛看完我們動畫,及自國特效動畫的作品 那這一套就是一個純富一點的創作來的 那其實我想,現在在座,這些動畫可能都會看過 例如一些動畫,其實它應該是由一些,譬如說一些線稿 那加上一些鏡頭的運用,它做出來的 那但是它的創作怎麼由一些線或者idea做出來呢? 那我又會展示一些東西給大家看一看 那這一個呢,就是它們在做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過程,和它們追蹤的報告來的 那剛才說了,我們又做所有畫面 或者無論是Animation,或者是Inactive Application也好 其實它的idea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你怎樣去說一些你想傳達的意思 或者你想讓別人得到一些什麼感覺 那所以我們會叫它們想一些不同的故事 那又或者是本身你已經有一些idea想做的 那但是雖然idea,你們是有一個初 就是初頭可以有一個初頭之後呢 其實你們都需要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目標啦 或者你們想做一些什麼的 又或者你的目標觀眾會是些什麼人 那我們就開始做一些research 那例如一些是一些style上面的research 或者是一些資料性的research 那因為呢,我們有時候覺得idea是一個初步的概念 但是我們要將idea成為一些畫面的話呢 那我們會從一些不同的方法入手 怎樣令到別人在看我們作品之外呢 有些失著或者有些感覺呢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research 那這個故事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怎樣用主角的頭髮來比喻一些特色 就是一些人可能注重一些特色 或者一個香港的大事是些什麼的 那詳細有機會 將來又可以放回足夠本給大家看一看 OK 那如果做動畫也都是跟拍攝一樣的 需要做劇本的 那當然動畫和劇本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牽涉的人物那方面可能就會簡單些 那當然不同動畫也都有不同的要求 你可以很簡單地一個人做也可以 你可以一班人做也可以 那就是視乎你的規模 以及你的目標是想怎樣的 那你會見到一個或者有官方 那就是說我們到時畫出來的作品的style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開場已經定了所有東西了 那動畫呢 就都有一些要求 就是起碼那個pan會比較好一點的 那又或者一些角色的設定 也都會有的 那最後就可能是一些場景的試 一些顏色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sideboard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可以 再由sideboard變成問題 然後再做一個慢慢做出來的動畫的了 那你會見到後面這裡呢 我就會有一些視片給大家看一看的 那你會見到呢 那你會見到呢 剛才的背景就還沒抓 那這個就是關於tomic 和整個過程 究竟會是怎樣的 那簡單來說 做動畫的形式就是這樣了 那這班同學的這個作品呢 其實都 當年都拿了金馬獎的 最佳動畫短片的入圍的 是的 那另外如果做3D又會怎樣呢 那我又給大家看一看 是吧 是吧 經驗?我早中十八代都是部隊的精英 我還有學校最新一期的Top Student 你有什麼資格質疑我? 高進下士 下士真是下士 下士 我終於明白你這麼多年都做下士 無論下士還是隊長 都是想拯救市民 你連降落也沒吃 還說想拯救市民? 那些市民不夠食物 就是因為我要養你這群廢柴 喂! 慢著! 我來駕駛 免得再拍一次 警報叫你正常路 你們現在在哪裡? 那群市民快餓死了! 不行啦! 很快就回到啦! Over! 那剛才這段片段呢 也是我們同一個小學大學做的作品 那你見到呢 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3D的 那3D和2D最大的分別 或者我們中間有什麼不同呢? 那其實如果看回 我們理性做過程 那其實你會見到都是做Research 或者Mood Board 或者都是Design的 那你會發覺 講到這裡呢 就會跟2D的差不多啦 那最大的分別其實就是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用一些3D的軟件啦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要考慮了 另外一些技術上面的問題 會比較多一些的 那例如物件的質感啦 又或者你到時做的時候 究竟會怎樣去表達回 你們那件作品的風格 或者那個感覺會怎樣 那而且要做一些不同的測試 那我後面這裡就會有些測試給大家看 就是中間裡面他們要做些什麼了 那他們就需要起一些不同的模特兒啦 顧及物件的質感啦 因為剛才跟2D的情況會有些不同 因為3D是模擬回一個 即是Virtual的實體世界啦 所以變成裡面有些測試 都需要做的 或者一個角色怎樣去動啦 怎樣走啦 那他的Skeleton可以怎樣去設定啦 因爲我不知道誰同學知不知啦 其實要一個動畫人物要動呢 我們裡面也有一個故骨的 那也都要做一些不同的測試啦 那所以後面這裡呢 會見到我們建完Portal之前 會過一些不同的質感啦 那跟著我們之後呢 就要看回質感上面的什麼配合啦 那在用3維軟件裡面呢 可以把整個Portal出來 那也都要因爲他們會動啦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回質感的 那其實3D animation呢 那個角色呢 就等於一個Virtual的人物 那所以變成我們還沒可以正式做動畫 之前呢 跟一隻拍片一樣 那我們需要他 測試一下動作啦 又或者他的動作啦 又或者他的動作啦 究竟是怎樣啦 那我剛才說了啦 那這個動畫和實拍 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們可以更加適合一點啦 你的幻想那個空間也都會更加大的 是的 那也都有些不同的東西可以做啦 那除了是3D之外 剛才都說過的 其實我們還會有Virtual effect啦 那Virtual effect其實可以放在Animation 也可以放在Video上面的 那這裡我會有條短片給大家看一看 那這個也是跟我拍攝回來的短片 那所以剛才說呢 我們動畫的想法 或者創作者或者想法 可以再更加適合一點啦 那但是其實Virtual effect也都可以配合一些 你們特別的想法 那其實兩個分別對於我來說就是 一個要比較實際的考量 一些實際的想法會多些的 就是Virtual effect啦 那我看看這個同學的作品啦 那這個就是他們很有趣的 就是講回他們將來想做什麼啦 為什麼那個Virtual effect 在大家拍攝上面呢 可以講回整件事出來的 阿娟 你的情況如何 有系統檢查 通常系統檢查 然後系統檢查 機艙一切準備就緒 好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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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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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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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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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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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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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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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拍攝之外,他們會加入了2D和3D的元素 其實他們的過程跟剛才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可以粗略地看一看 其實這個過程跟2D和3D的開頭也差不多 首先看一件事一定要有想法 和你的故事究竟是怎樣 會做一些不同的研究 也都會有一些技術或者研究 又或者一些博士究竟是怎樣 也都有調整的 最不同的就是因為我們的Visual Effect 很多時候都要看真實的背景和Virtual的背景 或者Virtual的人或者真的人做一個配合的 所以我們也是跟真實拍攝一樣 我們需要看景的 所以其實我們過程的學生 他們就可以自己懂得拍攝 也懂得怎樣加Visual Effect 令到他們的作品或者畫面 可以達到他們的要求 或者是怎樣傳他們的想法 上面的東西 做製作方面也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他們也有塞波 不一樣的就是拍完回來之後 在後期的創作 例如會不會把整些火箭製作到 剛才你們看到的背景其實就是我們公開大學 如果你們進來之後 你們將會上課的地方來的 也都他們擺一些火箭 也都將一個 因為他們做這個Animation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麼大的資源 去買一套靠人的衣服 首先你會看到靠人套衣服 全部都是CG 都是假的 也都運用了3D Animation技巧 做出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可以將不同的技巧 全部在一起 去達到你想要的 環境或者目的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一個淡衣服 也是一樣的 那去到後面 你會看到恐龍的部分 那恐龍的部分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剛才公開大學 升火箭的畫面 那他就拍了一個 公開大學做一個 那這樣東西 就在我們課程裡面都會教的 那剛才你看到 那幾隻恐龍 其實拍的時候是沒有的 那我們在後期可以加上 然後再加上一些 不同的Color Grading 那我們看來也會講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雖然是生的東西 但是中間的分別 也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識 或者用到不同的技巧去做的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那其實就 剛才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們同學及試過特效 藝術學士學生去做的 那去到這裡 可能大家同學都會問 那其實我進到來 是不是真的讀完之後 就會懂得做剛才的所有的 那我們看看 我們的過程裡面有些什麼 先 那怎樣利用 就是你們的idea 怎樣去做呢 除了你們的idea 主要我們也有些不同的 theory 還有一些技巧 還有你們的美學上面 那個training 我們需要做的 那所以其實 你們如果進來讀 其實那個要求 都不是太複雜 只要你們是DSE學生 你們有3322 那基本上就符合了 我們基本的任何要求 那另外 我們有些不同的重點的課程 那你看回裡面的課程 其實都是跟 針對剛才我講的東西的 就是怎樣可以 你們有idea之後 怎樣 學到一些不同的技巧 或者跟方法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畫面 或者不同的短片出來 那 很有趣地呢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同學 就未必讀過Visual Art的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就會有素描和本畫 是gear one的 那之後會做一些另類動畫 剛才說了就是我們 Animation也會有一個類型 叫做Storm Motion的 那Storm Motion今天我們 FIP會有一組 那將來希望我們可以 將一些作品給大家 那這些就是我們在做Animation的過程 那你會見到 有部攝影機 有個場景 就可以做一個不同的動畫 那剛才也提過了 會有Good animation 那這些也是我們圖畫 我的作品有些會比較 美國風格一些 有日系一些 都有我喜歡做的 那三維動畫 剛才也說過 你也看過的 那Visual Effect 那你會見到 你整個場景都更換了 或者加一些 波幻元素 或者真實的元素 都可以的 你看到 那些東西可以整個街景都爛掉 都可以做出來的 那 那 或者配合我們同學的學習 那還有一些不同的設計 或者是音樂錄音 或者是音樂錄音 也都會學到的 那除了學習之外 我們都鼓勵同學 或者我們幫忙去一些 不同的展覽裡面 就參與 或者去展出他們作品的 那其實這兩張照片 就是《全球水墨畫大展》裡面 那些同學怎麼協助一些水墨畫家 去將他們的水墨畫 整支水墨畫 做一些動畫出來的 那令到別人覺得 動畫的水墨畫動畫 會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可以表達出來的 那 那 也都是 我這些同學都得過不同的獎項 剛才 給你看一模左右的 就是這一套 那 他們就 是我們第二屆學生來的 那他們就贏了 金馬獎 動畫短片的入圍 那 第一屆贏了金馬獎 那 那 除了這些獎項之外 我們也鼓勵同學參加另外一些東西 就是不同的獎項 那 那你會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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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參觀那裏的學校 看 別 那 那 其中 的 那 又或者是會去一些不同的風格 去看看把真實學習的那 那 那 或 真實製作會如何 那 那 那 就 你看看這一 那 那個風格 在日本的風格裡面 就是 要 那 那 北大 那麼 看 怎樣 也 也都會理解當定的文化 究竟會是怎樣 也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環節 給同學去感受和學習的 我們無法令大家的眼睛去擴闊一些 原本我們就已經安排了美國 衝出亞洲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暫時就擱置了 接下來我們會否搞得整天 看疫情的方向 能否令我們可以做這件事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經驗 我們不擅保每個同學都一定有經驗 但是如果我們收到經驗 也會轉介給同學 這些就是同學曾經去過做經驗的公司 就業方面也一樣 下面你看這一堆logo 也是我們同學畢業之後 在那些公司裏面做的公司logo 除了這件事之外 說了動畫和Viscil Effect 好像留了一件事還沒說過 那就是Internative Technology 其實活動科技 其實關動畫和Viscil Effect 什麼事呢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會感受到 就是世界很多科技 很多不同的技巧 不斷都在升級 或者不斷在轉變 那我們也都覺得 在接下來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現在可以比較熱的 或者是一個Trend界 一些Internative的科技 那我們就開始在我們的課程 裡面呢 就希望加了一些元素 就是說同學除了有基本的 和Viscil Effect 這一方面 或者美學方面的知識之外 希望他們能夠可以再接觸到 一些Internative上面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在中間課程裡面 橙色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 你們進來讀之後 我們新加的 那這一科裡面 就會創新同學和視特效 其實這科學什麼呢 就是Internative 那當然 這就是我們希望在學 同學在畢業之前 可以有一個 就是裝備自己的 那所以呢 你會發覺Internative裡面 其實在做的東西 例如遊戲 這些Internative application 其實裡面有很多 例如Modeling 各方面的元素 我們同學也可以過邊發展的 那當然 他跟專系讀這一科的情況 會有些不一樣的 那 接下來的時間 不過我們請多聽 就說一說 Internative裡面 究竟怎樣有ID 可以做一些 不同的應用 出來 那我就轉一轉 畫面給他 就說回這些東西 OK 交回給你了 謝謝 謝謝Water 這樣 好了 那我分享我的 詳細 那 OK 那首先呢 我就想 就是 之前我想去介紹 就是 就是 課程內容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 剛剛 就是承接 Water 所說的 就是 interactive technology 是不是 現在現時世界上 有些什麼 interactive technology 其實很多 簡單來說 你的手機 已經是一件 interactive technology 但是呢 我們就 不和大家太悶了 手機 大家都有 大家平時 不是很接觸到的 interactive technology 那你見到這張圖 其實就是 前幾年 一個 FIP學生 一組人 的 畢業作品 他們 就叫做 Dr.Cell 那你會見到 這裡已經有三個 有些同學生 可以見過 其中一些 就是 Vive HTC Vive 是一個 VR Headset 但是 除此之外 也會有其他 比較 可見的 interactive technology 例如 這個 Leap Motion 和 Meyorg 的 Mustle Sensor 那是什麼 其實就是 課程的同學生 除了 可以利用 我們 姊妹 Animation Program 有個人的 理論和實踐之外 可以做到 就是我不重複 剛才說的 例如3D Modeling 如何做設計 如何做一些 Story Telling 有Story Board 這些類的 那 on top of 之外 我們的同學生 也會在我們 computing的學系 那邊 會學習很多 這些 技術 例如Programming 或者一些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我們叫做人機互動 或者如何做 我們現在 U.I.U.X 真的很流行說 甚至是人工智能 那些 就會結合這些 科技 我們可以 像這群組的同學 結合了 一個Leap Motion 技巧 做了一個 如果你們有玩 一個VR遊戲的話 我們會有 左右手兩個 螢幕 去玩一個遊戲 那 我們的同學 就打破了 這個局限 就利用了這兩種 超級的 額外的 Sensing 技巧 來達至 一個 Hand Free 的 遊戲體驗 讓大家 看看這部影片 我有沒有 分享到 那個 有聲音 有聲音 OK 只能 一 看到 我 有聲音 明 你會看到,除了跟你平時在外面世界玩的VR遊戲,你拿著兩個耳機玩 你會看到我們是達至一個手放鬆的狀態 這兩手是真的在說你的手怎麼動 虛擬的畫面就會怎麼動 你會看到,其實跟剛才Water Sir介紹的3D動畫 其實是一個很類似的地方,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故事 然後也是3D的動畫 有一些在3D裡面的特效 我稍後會再說一些除了這些技術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分別 在這遊戲,玩家是一個人的身體 有幾個波子 在每個波子,有幾個病人 被人的身體 遙控器人一 hero,遊覮半教練 就可以一同表演 觸摸大人剛士、was Han-Yu淋 規格的手放鬆 我們看了一些花術,我就不披薩了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小鵝仔是 就是on top of 剛才Walter 老師說的東西之外 我們還多了些什麼,或者什麼本質上的分別 除了好像做一個3D動畫之外 我們真的要設計一個遊戲系統出來 雖然我們現在看了這個,好像真的是一隻遊戲 但其實實質上我們課程,同學們做的東西 未必真的像傳統玩遊戲那些遊戲 可能是解決一些嚴重的問題,一些嚴重問題 又或者是做一些 simulation 我稍後有另一個例子給大家分享一下 但你會看到,分別其實就是在於 你要設計多一個系統出來 以至於其實一樣都有這樣的掃描 這些這樣的掃描,做設計 一樣都要有這樣的3D animation的設計 就是3D modeling的設計 一樣要做racking 但是本質上的分別就是在於我們在一個遊戲引擎 去做這些所有事情 所有東西不是好像3D animation 或者我們拍VFX拍片 是做一個後期的宣言 不是做一個 rendering OK 那我們是用一個real-time的graphics engine 來支援這些所有事情 那我們其實通常不會教的就是用Unity 如果你知道什麼是Unity的話 我們都要去,同學都要在裡面做design 做一些visual effect的design 在裡面做一些graphics programming graphics co-editing 一些note-based的系統 有VFX graph 甚至乎是要自己去調校一些shader 這樣的狀態 我們會教授大家很多一些在compare science 裡面的一些graphics的概念 例如什麼是一個point cache 什麼是一個polyn noise 說出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如果你上了我們課 其實你就會很容易明白到 這些究竟是什麼 所以呢 你會說 有些同學生可能會問 也會問 外面其實坊間也有一些Unity的tutorial 或者有一些Unity的course 那我在外面也可以 我需要進來我們公開大學讀這個課程 那我會跟大家說 分別就是在於 你在外面學的是技巧 什麼技巧呢 就是教你去哪裡找什麼 按哪一顆按鈕 你就會做到什麼 進來大學你真的學的 其實是概念加實習 再加技巧 三者做一個結合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在於 我們進來除了我們會教你技巧之餘 我們會 還要教你那個深層的理論 究竟是什麼 例如說 每一個這樣的note 其實它是什麼東西的原理 如何去組成 你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你要考慮什麼 當你想做什麼設計的時候 你就要用一些什麼 正確的工具 去 achieve你想要的設計的理念 這個才是我們整個課程的 所以重點 所以 all together 其實就是一個教大家 如何做problem solving problem solving in the sense 我們是用我們的實時的 實時的 實時的 技巧 加上我們 programming的技巧 來展現大家的 設計的意念 OK 我再舉一個 另外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個VR simulation 我們叫做 這個就是我另外一組的 FIP同學的設計 這樣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說一些VR的 大家都是在家裡 我們做了一個 教學出來 用VR 教大家如何煮食 OK 真的切麵包 塗一下牛油 焗一下麵包 等一下可能煎一下蛋 煎一下牛扒 這樣真的有個火 真的加上油 Fry an egg 煎一下蛋 煎一下蛋 煎一下 OK 砌三文字 OK 煎一下 蛋糕 在一個virtual simulation 來的廚房的empowerment 做一個VR cooking simulation 這也是另外一種 例外的例子 除了大家剛才看的 兩個例子都是VR的例子 其他人 我們還有很多 現在開始 我們會教大家 如何做real-time motion capture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我們正在做一個 motion capture demonstration 甚至乎是我們最新型的 AR glasses 可以帶給大家看一下 AR glasses 可以做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鏡頭 外的鏡頭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會在這個課程中 會教授大家的一些 技術 技術 好了 說了這麼久 究竟 我們是一個什麼 program 其實我的 program 就是剛才 郭大老師也有介紹過 叫做bachelors of arts with honor in computing and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電腦及互動娛樂 永遠問學 事 我們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 就是 是一個 就是Unity的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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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 我們會教大家理論 同學進來 還可以免費 考慮一個 Unity的官方認證 還有 在疫情的許可底下 之後 如果舒緩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 可以讓同學 去參加一個 世界級的Unity United 的 conference 這個課程 剛才我已經提及過 我們是要結合科技 換言之 其實我們除了有設計 我們Creative Art School 提供的設計課程之外 我們還會有 computing school 提供給我們 一些電腦 Tag的 應用的課程 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 就 difference from 我們的Animation節目 我們Animation節目 除了修Jopas之外 我們也會修Jopas 也會修Jopas 我們是沒有Jopas 進入的 我們純粹 只是一個 兩年的 degree OK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relevant 的 10 degree 的 畢業 才可以進入 而且什麼是relevant 只要你讀過 基本的programming IT 這也是符合我們 relevant的定義 那你進入後 就會讀兩年 然後就會 拿走 Bachial of Arts CIE 我們叫做 BAH CIEFS 的課程 OK 那 講一下我們那個 課程內容 那 剛才你看到 我們會 除了 教大家真的 怎麼做一些 game的概念 我們會有 visual communication storytelling 教大家怎麼做 遊戲設計的概念 如何做 documentation 如何設計 storyboarding 之類 我們都 除了 遊戲之外 我們都會 著重 virtual production 就是現在 世界都會說 例如 你想做一個3D animation 但是 譬如說 2019年 Lion King 就是用一個 virtual production 來搬出 這句相片 大音樂 都是用Unity 來做的 我們也會教授大家 怎麼應用一些 拍攝技巧的手法 例如說 我在 Cinematography 底下 我們的camera 如何調教我們的 拍攝角度 來幫我們做一個 3D virtual 的animation production 在Unity in real time 就是有這科的 media animation production 剛才你看到 病毒 流水 很漂亮的 visual effects 或者聲效 我們也有課程 去教授大家 除此之外 現今很多 interactive tech 都可以幫助大家 在entrepreneur 做發展 所以我們也有一課 media management for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教大家 如何拿出資料 如何管理 一間 由 interactive tech 做出來的startup 幫助大家 去創業 或者如果你不是創業 其實就業 也很需要 這樣 那 tech 那方面 我們也會注重大家tech 那方面的發展 如何做UX design 如何做人機互動 如何利用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 去幫大家做一些 creative product 或者甚至乎是其他的 器材 像剛才你看到的 一些 mini motion 都會在 computing school 那邊 是會提供給大家的 那詳情 可以在我們網站 那裡 會有很細節的 去 介紹 去講 那我就不太多講了 OK 所以 都重複提 我們 是一個 展會 program 我們有 computer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Dropers entrain animation visual effect 以及 scenet entrain animation visual effect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那 歡迎大家 有沒有什麼 提問 謝謝 Dr. Knight 剛才提一提 你會見到我們要介紹 因為會介紹兩個program 很有趣 剛才我還沒介紹 CIE 就是我們 interactive program之前 我都講了 那我們都會看回 我想跟其他大學 有一點點不分別 就是我們會看回 另外外面主流的大轉變 還有我們這些同學 怎樣可以利用了 固有技術 而接觸新的技巧 去做一個互動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兩個program 就是有個 就是 裡面的大家同學 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博取所場 亦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互動 或者不同的合作 或者不同的合作 令到電視更加會 暢順一些 或者更加好一些 所以我們同一時間 在今天 介紹了兩個program 給大家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回我們 剛才有和我 我都補充少少 有和我都問過 如果你是Jopas 進來 我們animation program 就不用interview 但如果你是先進入 即是你拿著 hi-deep 阿蘇 進來 特別是CIE的課程 我們是會有interview的 我們interview 是會有 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我們全部applicants 一起 這個時間 才會interview 我們會periodically 基本上是 你都算密切的 我們interview 會做得 即是希望 都能達到同學的問題 這樣 我們都會看 的 一定會看 首先 來清一下兩個program 先 我講的就是 你們現在Jopas 選擇DSE 進來的那個 這個program 是animation 就是 principal effect 所以你會看到 Jopas碼 就是JSD C的 這個program 主要是我們剛才介紹的 3D動畫 或者你們將來會再接觸多新一件事 就是Eventy的 那這個課程其實就是Juvers的 那所以呢 這個課程是不需要面試 也都看回你的分數 排隊進來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同學就未必讀Juvers 但他很想讀動畫 所以變成了我們會有這樣的安排 但是剛才Dr. Knight介紹的CIE就跟有點不同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4年的Juvers Dr. Knight介紹的就是一個CME Year Entry 一進來就讀Ev3的 那所以那個課程就是收Ev3的學生 就是你一定要讀一個high deep或者壓收的 那那個課程就需要讀一些不同相關的課程 以及需要interview的 那這兩個是錯過分別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因為我知道今天未必會有CME Year Entry的學生 但是應該會有很多都是BSE的 所以你們問收Ev3面試那件事就是這樣 那入讀有什麼要求呢? 剛才剛剛說了 如果你讀這個Animation的 也有你DSE學生 你是夠3322的 合乎大學資格就可以申請了 但剛才Dr. Knight介紹的CIE就不同了 這一個就不同了 所以大家就會分清楚 沒有錯啊 很亂啊 是的 那我也補充多兩句 那怎樣申請入學呢? 那就是我們最後一個slide 那裏應該會有QR Code的 那你也是經歷我們的admission portal Ouha的admission portal 那你可以capped screen capped下這個QR Code 那又或者去登入我們 就是去我們的網站 都應該會有連結可以連到這個admission portal 那裏 那說讀這科有什麼要求呢? 那就是剛才 渡頭老師都介紹了 就是animation and visual effects 那科的要求 那我也講一下 computing and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我這一科的要求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 符合我們條件的high deep 或者ASO 那多數 譬如說你讀過什麼soft engineering 讀過一些computing的課程 又或者一些creative media的課程 譬如說creative media game and animation ivy那邊也有開 或者譬如說港專的 或者中大CU SCS的一個game and animation的課程 那都是已經符合了我們 對於high deep as so relevant的要求 那只要你是畢業 或者你是expect自己畢業 那你就可以去報讀我們的computing and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所以記得了 如果你們是DSE的 就填上Jubus 那你合乎這個322就可以申請了 那我們通常都是跟你們的程式收 所以如果讀Animation 你只要在Jubus報告這個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因為剛才說了 就算你不會畫的也好 我們Ear One都會有掃描 和Join的方式 教你們去畫畫的 Join和輕輕 所以這件事會有些不一樣 記得不要混亂了 對 看看同學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問我們 如果還有問題 如果你是在打字 你可以舉一舉手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讓你打字 對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經E-mail 或者打我們Office 來找我們也可以 對 我們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希望到時會見到你們 對 OK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到時為止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要給我下一節 OK 拜拜 OK 拜拜